老乞丐的故事 都是你的吗 好像不是的 跟你说一个故事 是这样开始的 有一个老乞丐 天天到捷运站磕头乞讨 小白每次经过 固定都会给他二十元 每天下班 遇到就给 他这样做持续了一年 有一天 小白只给乞丐十元 乞丐愣了一下 但还是勉强抬头笑了笑 隔天 小白又给十元 再隔天 又是十元 到了第七天 老乞丐终于忍不住了 伸手拉住小白说 以前你都给二十 怎么现在只给十元 小白被抓住 有点吃惊 立刻回过神来说 哦 抱歉 我要结婚了 要省一点 乞丐怒得一巴掌打过去 开什么玩笑 你竟拿我的钱 去养你的老婆 再让你这样下去 生儿子以后 你只拿得出一元了 小白听了 小白听了 回答说 你说 这是你的钱 这个发脾气的老乞丐 其实代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 施比寿更为有福 但是很多人只习惯寿 而不懂得施 施乃是一种牺牲 他把自己原本有的给了你 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忘了 对那些付出的人说 谢谢你呢 对于看得见的人如此 对看不见的神更是如此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白白地得了肉身的生命 白白地享受阳光 呼吸空气 循着神的自然率 持和长大 并且幸运地生存下来 甚至在社会上 占有一席之地 后来我们遇了一些为难 日子没有像以前那样好过了 于是开始不开心了 就埋怨上天了 但是我们却忘了 一切原本都是白白得来的 既不是你的酬劳 更不是你的产业 并不是剥夺了我们的东西 而是收回神给的东西 真正的我们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不是 雅各书四章说 其实明天的事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原是一团雾气 出现少时 随后就不见了 你们倒应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试试看 把埋怨的时间 抽出来一点点 改为对创造我们的主感恩说 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维持着我 谢谢你 还留给我一点力量 留给我希望 还可以从窗外 望见明天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 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请不吝点赞福的神 请不吝点赞福的神